植物是一种研制食品 就是用最基本的食材去处理 会想到要做植物是因为新鲜的蔬果 只能够在新鲜的时候使用 可是经过研制过后 让食物可以延长它的生命 不想要有很多生死或者是厨余方面的问题 自家种植的好处就是 随时想要去采就可以马上采用 然后需要多少的时候就用多少 加入豆蔻粉是主要要让整体的感觉 有一点冰冰凉凉 麻麻的感觉 食螺主要是风味是比较新香 然后带点甘甜 所以在胭制物里面加入这些香料 可以有助肠胃更容易消化 创造很多那个油散细菌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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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